大家记得她是谁吗 看得出来吗 女星林熙磊 猜猜看她今年几岁了 她今年已经45岁了 过去呢她有这个性感女神的美称 那么201年的时候呢 她嫁给了美籍华人企业家杨成 之后林熙磊就带出了演艺圈 陪伴两个女儿长大 虽然如此呢 但她平时还是会透过这个社群平台 来分享她的日常生活 最近呢林熙磊就更新了她的近况 她写下现在呢只能在阳台上头晒太阳 那么可以看到呢 她悠闲的坐在自家的阳台椅子上 背后呢还有这个脊柱栽种的盆栽 那么戴着太阳眼镜的她呢 穿着简单轻便的灰色上衣 把一头长发披在肩上 那么白皙的脸 但似乎没有上妆 邓琳的脸呢 现在引发讨论 不说是不是根本看不出来 她45岁了 好另外来看到这谁啊 不说我不说 不要看标是不是也猜不出来 她是谁呢 男星KID 她一向呢给人敢玩爱搞怪的形象 那么拥有大批粉丝的她呢 常常也在网络上头分享她的工作 还有生活 那么最近因为她的爱犬事是四周年 她也感性地追忆 过去呢她跟她的狗狗相处的点滴 发布了几年前她带狗上节目的旧照 结果没想到这个画面曝光之后呢 粉丝就歪楼了啦 以为呢是滑到了这个秦阳 霹雳火男星的秦阳的脸书 两个有像吗 大家觉得像吗 好像有一点神似对不对 好另外也撞脸的是谁呢 来看到这个中华职棒32年 魏全龙队日前球技首战 结果呢有眼间的网友啊 在这个啦啦队的应援的地方呢 惊见一名神似立伟高嘉瑜的啦啦队员 结果在PTT上头引发讨论了 港湖女神立伟高嘉瑜呢 她也在自己的粉丝专页中 PO出了这一名啦啦队员小硬的照片 她说呢今天好多人都问她 何时开始兼拆啦啦队了呢 不少网友都讨论说啊 被立为耽误的啦啦队员啦 还说两个人毫无违和感呢 是不是失散多年的姐妹呢 大家是不是觉得两个人蛮像的 都是长发大眼的哦 皮肤相当的白皙 好看完了这个之后呢 另外一个焦点人物 最近也是话题的 有没有看到 郑文灿桃园市长 体重79.8公斤 有没有让你惊呆了呢 有名嘴就贴出郑文灿 还有颜宽恒的对照图 颜宽恒看起来呢 比较瘦体重却重了10公斤 崩溃的喊说 以前物理都白学了 另外另外一位 蒋万安也被问到体重的问题 竟然只和郑文灿差了6公斤 拉拉对正妹卖力扛 看起来就快撑不住 但郑文灿说不要担心 他只有80公斤 还上体重机证明真的 79.8 这画面连蒋万安都不太相信 跟外界原本的想象不太一样 这些专家认为可能体脂在低一点 可能会让人感觉会更瘦一些 蒋万安加入分析 毕竟这体重被质疑太不科学 明嘴惊呆崩溃读书时 学的物理都白学 这是73公斤的蒋万安 再来是79公斤的郑文灿 不过89公斤的盐宽衡 怎么看起来都比郑文灿还要瘦 盐宽衡说要瘦10公斤 瘦成郑文灿 但这画面怎么看都不合理 专家帮解答 因为相同重量的脂肪 体积比肌肉多出20% 体脂高看起来就会比较胖 连胜文最有资格站出来说话 对对对 我想均衡营养加运动 这是最重要的 减重多少公斤啊 27 从破110公斤 减到剩下90公斤 甚至人物体重大揭秘 跌破一堆人眼镜 记者张昭鹏成静 台北 在资格报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